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英伟达这几年的游戏显卡产品发布测试 都是加量不加价 推出性能有提升 但性价相近的迭代信号 当然总体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性能和价格的区间分得很精准 很久以前那种新卡比老卡价格便宜 还性能强的爽感是一本不会出现了 在上周刚结束的CTI上 英伟达正式发布了RTX40 Super系列显卡 这代产品Ti和Super的后聚 被同时用在4070系列显卡产品上 有4070 4070 Super 4070Ti 和4070Ti Super 命名真的让人很投出 从1月17日开始 连续三周 NV每周都会上市一款Super的显卡 那我们就从最先发布的RTX4070 Super开始吧 由于是我们自飞购买的 昨天才拿到 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 仅以游戏部分为主 大家理解 飞利浦27MRN5510G 2K原生180Hz高刷 27寸发色FPS面板 支持旋转升降和HDR400 99.1%sRGB 德打E小于2 视频器也改成内置的了 适合3A级普通FPS玩家 以及专业设计和视频剪辑 价格只要1289元 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 潮玩国度数码 发烧FPS玩家还想要更高刷新率 还有菲利浦27MRN5510P 刷新率提升到了原生240Hz 100%sRGB 价格只要1789元 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店铺新增 机箱电源散热器 ROG VK 瓦尔基里 猫头鹰 海运 吹风筝 乔斯伯 亚军 利明 银光等 审贷级别资源 客服专业 售后靠谱 价格给力 南京本地自提还可免运费 再优惠 吹风筝 AMP1000瓦 金牌全模 海运代购 Focus同方案 带12伏 HIGH POWER线 10年换新 黑色679元 白色699元 没有龙神一代240清库存 送1700扣具 两个猫头鹰风扇就值300块钱 ROG新养加OI的屏幕算300块 599元 质保两年 四手五入 水冷不要钱 鸭13600K 很合适 数量有限 淘宝店铺 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我们自飞购买的是RTX4070SUPER 依然是来自应众旗下 电竞PAK的产品 也是我们淘宝店中低端主机用的比较多的品牌 型号是X3W MAX 长宽高分别为325×119×52mm 约2.5槽厚 整体外观的白色并附有少量的浅灰色条带点缀 正面是三个9厘米风扇 侧面这个红色的SUPER字样的橡胶材质表情 一言难尽 感觉拉低了整个产品的格调 背部的初风开口 又又又改了 变成了不规则的鹅卵石形状 估计是为了配合整个显卡的圆润造型设计的 从去年年初的4070Ti到现在 滴滴盘这个显卡外观的设计一直在赶 我都把他的两兄弟4070X2W和4070Ti X3W MAX 就放在旁边 对比大家感受一下 我就感觉这个像外观设计师在刷KPI一样 折腾来折腾去的 显卡尾部依然是熟悉到不存在熟悉的 三个DP1.4A和一个HDMI 2.1 顶部依然是提供了不可调节的RGB的GeForce RTX 这样灯的我更是觉得白卡弄个白灯就行了 老弄这些乱闪拿机灯反而很丑 电源的接线是16PIN的12V HIGH POWER 据博板堂爆料 这次40SUPER系列全部强制使用了16PIN接口 这个可能会对电源的选择带来一些麻烦 这个外壳的跃节有点多 导致16PIN的接口过于靠内 拔线的时候会些费劲 常见的12V HIGH POWER的直线可能还好 海运出的90度的弯头转接线 会不会外壳挡到就差的一丢丢 没办法安插到底 看来外观我们来过一下规格 RDX4070SUPER采用的名为AD104-350GPU核心 据外媒VideoCart4A报道说 可能还会有AD103-175核心 流出力气7168个 纹理单元光追单元和张量核心 都相比于4070Ti有所缩减 但是比4070多了不少 频率部分则是和4070保持一致 基础频率1980MHz加速频率2480MHz 略低于4070Ti 不过实际结束中 频率基本还是没差太多 显存还是12GB的GZ6X显存 和40704070Ti都一致 192bit的未宽 但是用于弥补显存带宽不足的L缓存容量 倒是和4070Ti一样 为428M 居然没有减配 该说老黄是良心发现的 还是直接他懒得阉割了 不过相比于4070Ti有个东西是有明显性的 就是NVAC的编码器和4070一样只有一个 而4070Ti有两个 不过这个对打游戏没什么影响 4070Super整卡的TGP给到220W 比4070的200W越高一些 比4070Ti的285W低了很多 像我们装机就直接选择了海运G12GM650的半部子电源 加12V的high power线 220W的整卡功耗 上750W甚至更大的全模组电源有些浪费了 而650W的半部子电源还可以用上 海运Focus全模组的显卡线 也算是性价比选择了 考机的测试方面 这张电竞判课的4070Super X3W 二分钟之后的显卡功耗 550在功耗墙设定的220W 核心温度算是比较凉快 61度左右 显存温度约53度 风扇转速约1400转 噪音很低 非常的安静 看完了规格之后 提一下测试平台 我们的测试平台CPU更新到了i7 1470K 主板是微信的MPG Z90X10 Max Wi-Fi 内装还是16G×2 6000MHz的频率的遮蓄化风机 同时我们拉来了电竞判课的4070XLW和4070Ti X3W Max OC进行陪跑 其他配件就打在屏幕上不再赘述了 系统版本为测试版的546.52 先看一下3DMark里面跑分 470Super的性能不出意外 加在4070和4070Ti之间 在代表DX11的Fire Strike系列车中 4070Super仅落后于4070Ti5-7%左右 相比于4070的提升幅度20%左右 在代表DX12性能的Time Space中也是如此 4070Super跑分结果在接近4070Ti同时 相比于4070的提升仍然是20%左右 相当可观 而在反映光追性能的Port Rail测试和综合DX12 Ultimate加光追的Speed Wave测试中更是如出一辙 不得不感看皮衣老黄刀法精湛 性能提升恰到好处 接着我们简单看一下游戏 测试的游戏有5款 分别是彩虹6号围攻 极限竞速地平线5 古墓零影暗影 赛博奔克2077 和使命召唤现弹战争22022 测试分辨率为2K和4K 画质均为不开光追和DLSS的最高预设 实际游戏的性能表现基本延续了之前理论测试的成绩 2K分辨率下的成绩基本上接近4K精英态 两者的差距幅度都在各位数 同时领先了4070-20% 这些差距不停体现在平均上 就连1%Low增的情况也是如此 其中赛博奔克2077 与极限竞技平线5的领先幅度高一点 达到25% 类似的提升是否会在4K分辨率下出现呢 我们就把4K分辨率测试端上来看一看 大部分游戏仍然是保持之前的成绩 4070SUPER领先4070-20%的同时略弱于4070Ti 不过有个特例 在赛博奔克2077中 4070SUPER的性能明显领先4070大截 到了42% 1%Low增领先幅度达到了47% 这就意味着4070SUPER出来的帧数更为稳定 我们猜测 可能是由于4070的L缓存是跟4070Ti7名的48MB 而4070则是砍到了36MB 这会加剧40系显卡显存的带块链式 这个电视在2K下可能还不算明显 可是分辨率远到4K之后呢 4070和4070SUPER差距就被拉开了 关于游戏的外转录像 我们会放在游戏侧录像这个小号上 想看这方面内容的关注铺盆 也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会尽快放出 最后我们简单进行一个总结 RTX4070SUPER这档卡的性能 总体而言领先于RTX4070 2%小幅落后于RTX4070Ti 结合它零售价489元的价格 当然这个基本是盖板的价格 相比于4070的盖板现在也要4000出头 4070的Ti的盖板也要5000出头 4070SUPER优点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性价比相比4070和4070Ti要好一些 另外就是它功耗没有明显增加 220W的TGP相比于4070Ti的285W记得不少 不知道厂家都会出双风扇的型号 但是缺点它就是没有8PIN的PCIe供电接口型号 它都是16PIN的接口 对电源的选择就有一定的要求 另外就是相比4070Ti 阉割了一个NVENC的编码器 不过考虑到4070Ti已经停产是轻固存的 并且4070依旧并行销情况下 如果说你仍想使用传统8PIN接口的话 也不是没有显卡可选 4070依然会陪伴大家一段时间 而4070SUPER则会是接过4070Ti的接力棒 成为2024年NV在2K高画质锅牛系的 不要紧急的方案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要看我们测试 你是否会选择4070救护香港能 欢迎留言带我们去跟我们交流 有关注别忘了点个赞 小赞 欢迎点个赞 因为我们支持全聚YouTuber 因为我们点赞到我们分手练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K 如果想更多的话 可以联合联合部潮玩公众数码 或者淘宝收拾我们潮玩客 这条款我见识我们下见 拜拜